1月19日 女歌手兼演员蔡卓妍阿萨来到旺角戏院 为主演电影《非奋淑女》出席谢票活动 阿萨在现场跟观众大玩有关剧情内容的问答问题 有人问到此次全裸演出会否觉得牺牲很大 对此她就以一个专业演员的态度回应指 因为拍的时候我都用很多脚步啊那些褶组 然后还有有一些是用电脑车上修雕 还好啦只是一部电影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放把眼光都放在那 其实故事本身是最重要的 在片中分别跟吴康仁吴浩康都有激情戏 他大赞两位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而不敢尴尬 又抱吴浩康拍的时候由于紧张而一直流汗 至时有好几次都要停机帮对方擦汗 阿迪他挺紧张的 拍的时候他一直在流汗 有几个镜头要暂停 就拍的时候要暂停因为要帮他擦汗 但还好啦我真的觉得 因为拍戏的时候你 你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那个 在进入了那个角色里面 所以不会有尴尬的情绪 问到春节可会去男友家中拜见长辈 阿萨回避称自己也是普通人 会过普通人的日子 至于跟男友可有商讨 结婚计划他就笑言 我跟他现在很好啊 很开心啊 所以我也不急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 都一直在问 好像很多人都比我急那样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